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秘籍性的新闻 那天我在凤凰还看着 美国五角大楼出来说了 中国就在我们那个船 在什么他们所谓的公海上走的时候 中国骚扰我们 什么什么赶我们 而且说好像就是他们不文明 什么脱衣服什么的 光着帮子 只剩内衣说什么 后来我看凤凰卫视记者就在美国那边打听 就发现过往是国府的人说这个事 这回好像还不是 这是来自美国军方的 是吧 然后呢 这在我脑子里留了个印象 然后最近这几天 咣当一下子钓鱼岛 这钓鱼岛又成问题了 这个具体的 咱可以看看咱们的这个编导做的一个短片 12月8日日本媒体开始炒作中国海洋调查船入侵日本领海事件 中日钓鱼岛争端再成舆论焦点 2月1日日本首次派出新型巡视船常驻钓鱼岛执行新的监视方案 2月26日日本首相宣布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若钓鱼岛受到第三国侵犯 日本将启动日美安保条约 2月27日美国政府表示 对于钓鱼岛的最后主权归属 美方不持立场 但由于钓鱼岛一直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 因而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3月5日日本方面证实美国承诺保护钓鱼岛 引发中国大陆和台湾方面的激烈反应 外界猜测大陆台湾联军有可能与日本美国联军之间发生军事摩擦 而双方的军力对比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小军兄都不是说这钓鱼岛 咱们不是说什么暂时搁置吗 你觉得这回日本这是又怎么又出幺额子呢 我觉得日本呢 当然它是前面12月8号 咱们有海洋船测量到那 那么咱们为什么去海洋船测量呢 那个钓鱼岛因为1862年 咱们就已经在地图上表示了 当然大清的这个地图 日本它自己成本拿出来的证据是1895年 那么这就是从历史上按照无主地 台湾华归日本的那个 对就按照无主地的原则 谁先看见了 谁先标到我的国家的文件里了 去归谁 对吧 从法理上来说 那是属于我们的 虽然日本人现在在上面站着 但是如果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钓鱼岛的周围的12海里 就是我们的零海 然后200海里就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 那么我们专属经济区 我想问问你他跟国家领土的概念是怎么回事 专属经济区是这样 这是由于原来的 大家对海都不太重视的时候 只是12海里的 甚至还有三海里的说法的零海 那么后来联合国就说 咱们大家都要海洋资源 因为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到了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 就已经证明二战以来的所有的技术 转移成民用 支撑这个世界的运转已经不行了 就能源不够了 才出现石油危机 0.5美元打到10美元 就是73年 到了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 打到34美元 这时候大家就开始别的有没有柴火 有没有东西用 海就变成了一个争议比较厉害了 比较厉害 联合国咱们就开会 定一个叫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那么你如果够一定不是一块小礁石 够一定面积的地方 这地方属于你吧周围的200海里 以它为原型化 200海里的这个地 这个海底的资源归你这个主权国所有 但是海面并不算你的领海 海面还算公海 对海面也海面就叫专属经济区 它和公海之间还有不同的区别 比如说别人的军舰要进你的专属经济区来 要给你打招呼通报 而且要无害航行 怎么现在就是变成这样的 那你像前一阵在就咱们赶那个美国船 美国他那个船 他说他怎么说 他是在12海里之外 对 他在那开 对 他说是公海啊 他是这样 就是就比如说美国有很多事是不批准的 你京都议定出 原来批准了 后来布什说我不要了 不算排放啊什么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美国政府是签了 但是国会没批准 那他就不承认 他就是12海里领海 然后就是公海 我不承认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这档子事 他是按他的这个原则 所以争议在这个地方 对 争议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美国你这么弄 不是到处 那光榜子的地方就是 对 不是引起祸端吗 你这样 那得不跟各个国家不都这样吗 人家签了这个公约的 对 就说200海里以内 是我专属经济区 对 美国你要不承认 我就在你这地方开军舰 对 那你不是整天打架吗 是啊 但是就是 首先这里边内在逻辑是什么 因为美国海军太强 所以他希望别人的领海 他原来还三海里呢 他要求 就是越短也好 他扒窗户方便 那我要是开核潜艇 我开到你美国12海里那去行吗 行啊 没问题 苏联人当年也就在旁边 就在他军港旁边 甚至扶上来 12海里以外 他也认 他也不觉得你是 只要你在我海里以外 在他的法里 对 不是重大威胁吗 假如你真的强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早签了 对 他也签二大海里了 对 你要强他就签了 现在是个强弱的问题 内在的逻辑是这个 说白了 就是说 他希望所有人家的窗户的都安得很低 他可以看你 那么这一次就是看 01年4月份 也是因为看 出了王伟 就是那个南海 应用牺牲的 对他也在专属区上空 也是这个问题 对 EP3的一个电子侦察机 他来侦察我们的通讯 手机 什么这个通讯 军事通讯 他每天在那飞飞飞 他有个天线 收你这些通讯回去分析 但问题是他这个船 在这个12海里以外 200海里之内走 是经常的 不是突然发生的 经常的 是一直在 一直 对 你明白这个意思 那是不是就类似的这种摩擦 也是实际上 也是经常在 经常的 经常的 比如说原来 一直在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正常的 一直在这里 你怎么突然来骚扰我们 但我们依据我们的道理 说你这个地方 你要走 你要跟我们打招呼 对不对 下面是我们的经济专属区啊 你走上面的领海 虽然你可以开过 他不是军事船只 他说不是军事船 但你要打招呼 但问题是 他美国的理属说 我们天天走 你都没事 为什么今天突然出来 光榜子了呢 这不是强盗理论吗 我天天抢了 你都没事 怎么今天来 原来也有过这样的事 就是原来双方的摩擦 甚至比这还重都有 就是甚至我们的船 相关的 比如海监部门啊 什么就执法部门吧 把他的声纳碰坏了 因为他这个船是干啥的 他这个船一共生产了四艘 非常贵 就是他那个底下 他那个后边拖了个特别长的一个大尾巴 那是一个声纳 声纳是低频的大概到100赫兹到500赫兹 他听潜艇 潜艇不是出了有声音吗 他观察搜集你那个潜艇的声音 省得到时候 他说你一出来他不知道 他干这个事 那么原来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摩擦都有 包括像这个等级别的摩擦也有 那么这一次呢 他就突然军方硬起来了 一个是因为咱们的外长可能要去 作为希拉里来访的一个回访 一个是军方最近对这个奥巴马是都不是太满意 有点给奥巴马这个 美国的鹰派对奥巴马 比他表态 对因为奥巴马呢 上来就是要裁军费呀 反正总统这样上 伊拉克侧军 伊拉克侧军等等 就做了一些 抑制军方 对按照美国军方或者强硬派的说 做了一些250的事 很250的事 就是说你根本不懂你做这些事 所以他就给你挑事 这是一种可能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大家就是说跟中国这找事啊 说因为美国不是阿富汗那不行了吗 他想从咱们那借道 叫瓦罕走廊 有一个传说 前一个新闻 是吧 说你看看 你们那个 我们往阿富汗那运东西 巴基斯坦那乱打的 就是给我们倒是车也烧了 然后俄罗斯在那边也 反正给我们要价挺高 让我们在东欧把导弹撤了 我们才能给我们提供领空 中国八十年代的时候 咱们那时候跟美国好 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 那有一条 就是咱们中国 就是有一窄很窄的一条地方 碰阿富汗有一个接壤的地方 那条走廊叫瓦罕走廊 帮斯泰龙那个 对对对 而且当年 苏军在那里有助军 看着咱们往那里 他想借道 想借道 咱们也没答应 当然这都是民间的 然后在南南 民间 民间演绎 我还听说民间演绎还说 就是说那是不是按照这种理论 美国最近在这个钓鱼岛的问题上 也是 就是一开始 日本那个官方长官嘛 就讲说美国高官 我不告你是什么名 他当他他跟我说了 就是说钓鱼岛 就是是美日美安保的这个条条约范围之内 但是中国上去一求证呢 还是凤凰卫视去求证 对吧 去一求证呢 美国有说我们还是原来的立场 就是说人家问了 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钓鱼岛发生了武装冲突 你美国怎么办 美国就说啊 你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我们我们不回答 所以这个他又搞一下这个动作 甚至还有人分析说是日本国内 就说麻生啊 麻生最近的这个支持率啊 降到极低极低嘛 说是什么飞行1.1万公里 跟美国谈聊80分钟 都是都是哎 那意思他要拿这个国外的问题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因为最近他们国内都在批评 他不认识字的问题嘛 说他这个不认识汉字嘛 你知道吗 说有个议员的 他说拿出本字典来认字 马上我不认 所以挽回声誉 找点找点查 麻烦就伸出来了 麻烦就伸出来了 早送过他 我们进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小军兄 你对着民间揣测怎么看 我觉得钓鱼岛这件事啊 咱们就用一个咱们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啊 就是说比如咱们有一个邻居 这一家原来有很多孩子很穷 后来人家靠苦干呀 这孩子也都长大了 努力了 很富 就是就越来越富了 这时候呢 原来这个比较富的邻居就害怕这家长大了之后 他有点欠你的 他就生怕你再回了清算 你知道吗 就钓鱼岛这件事呢 实际上日本人非常敏感的 因为钓鱼岛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钓鱼岛问题 那么在一八六几年的时候呢 当时中国有一个藩属国叫刘穷 也就是现在的冲绳 当时他给中国之间进贡啊 就像朝鲜这种的藩属关系 日本人的那时候还没明知违心 但是他也开始起来了 起来的时候就找这个中国清政府说 咱们把琉球给分了 说你看琉球有很多小岛 云南国岛什么很多岛 给他们留一个岛就够了 剩下这两块 咱们一人一头 对吧 当时的清政府呢 正好是跟这个远东地区啊 就是俄国人那时候也占咱们很多 就是远东铁路的事 李鸿章呢 就说咱们先 这事先哥哥 就没同意 但是后来日本人呢 就1879年就明日违心之后 就把琉球给就强占了 反正就是就给占了 那时候他强了嘛 咱们已经开始衰败了 清朝 后来1886年的时候呢 李鸿章也是跟那个内部的人争论 就是发展海军还是陆军 要银子 按咱们讲就是现在开两会的这个 要国家财政预算 国防经费 国防经费 是这个国防经费是东海军 这个发愁 然后李鸿章的女婿呢 叫做张佩伦 也就是张爱玲的祖父 对 祖父 张佩伦呢 就看他这个老丈人挺愁啊 就写了一封信 就说你不如拿琉球这个事 就是日本占了琉球 他1879年占琉球 他是没经过 咱们也没同意 咱们的翻手国 咱们拿这个事呢 跟皇上说 你看他把咱们翻手国占了 咱还得寒进发展海军 要不然咱去不了琉球啊 有这么一档子事 当然这事后来就过了不到十年 过了八年就江湖海战开了 就败下去了 就算了 那么后来呢 日本人现在说啊 就这一次 说是当年二战完了 把台湾退回来了 就日本人把台湾交回来了 有人说这是美国人的阴谋嘛 就当时二战完了之后 把台湾还给中国 然后把琉球啊 什么日本人在间隔群岛 什么的 这个 那个交给日本叫托管 这就埋下了这个矛盾 先是美国人托管 后来美国人的 这次日本人就说 就说七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人把从托管转成交给我的时候 联并琉球和这个钓鱼岛 一块给了我了 然后我们后来不是又签了日美安保条约 所以美国保护我们 他是这么个逻辑 但是由于李鸿章早期清朝政府咱们就没承认他肩并琉球 而且琉球现在还有很多后裔 就那个国王的后代 现在还要到琉球就是 琉都 琉都 琉都海外 那你想中国如果要强大了 就刚才我说这一家孩子原来很很多 但是很穷 现在富了 这是事实证明啊 你看金融危机就咱们富是吧 富了之后 咱们要拉着这个琉球的这个人说 当年我们清朝就没同意这件事 除了钓鱼岛以外 我们还希望琉球独立 就是说日本人觉得钓鱼岛还不单是一个钓鱼岛 他还连着整个琉球 他怕清算嘛 因为他崛起的过程当中 他占了琉球 还占了钓鱼岛 当然还后来占了台湾 还打到中国来了 就七七打到北平 八一三打到上海 这不是就还差这么一点 因为他按照他的这个殖民主义逻辑 就是一个大国工业化实现的 他必须要扩张 谁强了就暂停 他是这么个逻辑 小军兄的这个给咱们国家出的招 就是将来策划流毒 流球独立 不过你讲到当年甲午海战 我就想到啊 这个海军 现在一系列的海洋问题 前一阵咱们好像还抗议菲律宾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呀 你看每一个强国 当年英国有海洋 美国咋的大西洋 太平洋 就变是俄罗斯说什么 他有个北极熊 他有个北极的这个这个羊 对吗 说中国呀 也是那么大的海海岸线 可是中国的海岸线 人家讲有个问题 岛屿众多 你看就很多岛 但是东南亚的这些小国 但是这些岛屿的这个归属啊 一直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呢 他不是像美国那样 就直接面向大海 我的海军就就那么能够铺铺开 所以始终是一个问题 但是最近我觉得是不是说国家强大啊 两会上你这就海军将领 就话里话外的就开始了 我们早晚要造航母 就就就开始这个外外国也很关心 而且就说净买偷偷偷 也不是偷偷的吧 反正净买这个好好好好好东西 而且还在说四月嘛 中国海上大阅兵 这个消息也出来了 据说已经向各国海军发出邀请 就是我们要展示什么海上力量 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就是 我觉得造航母这件事 并不是这个航空母舰的问题 是他们终于明白了 从80年代 你比如南沙问题啊 因为88年还打过一次仗 叫314海战 3月17号 南沙南沙 跟越南 那么3月17号我就去了 我还见到越南的俘罗呀 什么那个打伤的官兵 咱们的官兵我也见了 跟他们那个作战的指挥员都谈过 当时打 谁吃亏谁占便宜 咱们占便宜 当然就是周边这些国家 就海军力量来讲 就是比咱们差的不知多少倍 但是咱们就老不明白 他怎么老就用这点事给咱们捣乱呢 对呀 那么现在我觉得海军明白了 就是说你要解决远前的事 你先得把远处的事解决了 远处的事解决了就得有大件 是这么个逻辑 就是你把远处的事解决了 你说的远处是指 远海 就是南沙这边 不是 还是到公海上去 公海上很远 他的意思将来像 苏玛里 像美俄似的 就是控制海洋权力 你得当城管 你不能说 就是跟这个他摆地摊 你也摆地摊 这两个就咋 你得开到伊斯坦布尔旁边去 对对对对 或者在黑海出海口那边 对对 寻歌寻歌 或者关岛以西 我天 都得控制住了 你不是就城管了吗 现在呢 他认为你看你这么大个国家 也搞出口导向 你这一年切四万根农民工手指头 那么便宜的土地 他跟你做一样的买卖 他就老跟你叽叽歪歪 跟你土地是讨价还价 你说算了 我以后不摆摊了 我当城管 我给你保护你 你们摆摊吧 但但的问题是 我的外航的问题是 这是不是还是 二战时期那时候 航母就决定一切呢 现在导弹这么发达 你花很多钱弄一航母 那没准你还得防护他 他分分钟都是各种导弹的目标啊 这还是舰艇专家了 就是这样 就是在大国之间啊 轻易不敢 比如咱俩都有核武器 或者你拿一个煤气罐 我也拿一个煤气罐 咱俩吵架可以 但是一旦动手的时候 你不能打我的脸 比如打航母就是打脸了 你打我脸的时候 你要非常掂量 但这个游戏规则 只存在于俄罗斯跟美国之间 是 如果以核武的力量 中国跟他们几十辈子长 对 但是中国现在的核武在涨 它不可能永远是一个死数 为什么美国人现在跑的 背后还是要有核竞赛 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来跑到南海来 就这次就闹这个事 他是怀疑我们在海南早就要造弹道导弹核潜艇 或者已经造了 他按他说的 我们可能这几天要试航 也可能那边有间谍 打电话了 或者卫星看见了 说要出去了 他就来了 在这用那个声纳来回放 就听你 对吧 那也就是说随着你的力量增长之后啊 双方是一个平衡 军事平衡 那得哪年啊 哎呀 这个事呢 当然 也是 因为他现在没钱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说 这要我们的经济再上一个台阶 对对对 所以在上这个台阶之前呢 我们不争论 对 搁置 这个邓小平的策略 对对对对 你现在插了三十倍 你日本现在好对付啊 对 可是你牵涉美国的话 你个他用个 为什么现在钓鱼岛 长期在日本人的实际控制之下 对对对 就是一个忍让吗 那邓小平常 就是留给下一代 其实心里的另一个算盘的时候 过五十年以后咱们看 对不对 对对 这是一种说法 但还有一种说法说 你不能等到那时候 已经逼上前来了 就得一路这么做起来了 但是也有人担心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阶段 你还不到摊牌的能力 你万一一擦枪走火的话 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 不是一再说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机遇 不一直在强调 机遇机遇这回事吗 所以咱们现在没摊牌 就是脱个光榜了 强强三月行广告之后见 就这个围绕海洋的争端 我觉得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是吧 是 你比如咱们现在开两会 咱们回顾四年前的两会 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摊牌的问题 刚才说到摊牌 当时是2005年1月份 日本和美国开了一个二加二的会议 就是外长和国防部长开会 确定了新一部的日美安保指针的文件 包括台湾 这个时候就两会代表就不干了 对吧 那么到了 当然咱们国家也都不干了 代表代表咱们 咱们都很气愤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到了2005年3月份开两会的时候 就通过了一个法 这个法叫什么呢 就是反国家分裂法 里边就有很多条 就有一有很多条 就一个外国势力干涉 一个是闹台独 我们坚决用武力 这就是说我摊牌了 你要独立 或者你外国人来干预台湾的这个事 我就打 我问问军事问题 这个日美安保 要真打 咱这个海军力量 是不是还有所不足 不是 咱海军力量是不行 但是咱不是有远程导弹吗 对不对 就是日本离这么近的话 他也不敢跟咱们打 他沿海都是那个核电站 他几十个核电站 你那导弹打 他不是李登辉 老说你 不是 陈平平 说你那几十个 几百个导弹要撤掉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就要求美国